地中海贫血是遗传的还是后天的?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赵建强 歇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血液科副主任医师 地中海贫血属于一种 遗传性的猪蛋白合成障碍性的一个贫血 这个贫血分为α和β两种 猪蛋白是合成血红蛋白的一个 必要的一个成分 如果 控制猪蛋白合成的基因发生的突变 或者缺失 插入等异常的话 就会发生地中海贫血 地中海贫血从分布上来说 在我们国家主要是 梁广 明贵川等这个南方地区 在我们中原北方 这个疾病的发生机率还是比较低的 地中海贫血属于一种遗传性的贫血 我们下的意中 在我们下的一个 中海贫血属于一种 能力地中心很有可能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